据法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1号晚至12号清晨 四名偷渡者试图乘船从法国前往英国时落水逆亡 67名偷渡者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的滨海部落涅室出发 乘坐充气船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时 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轻覆 当地海警立即前往救援 有63人被救起 4人身亡 法媒指出 这一次事件使今年以来试图从法国北部横川英吉利海峡 偷渡至英国的死亡人数达到19人 根据英国6月中旬公布的数据 2024年已有超过1.2万人非法抵达英国海岸 同比增长18% 英国政府承诺将通过打击走私团伙解决偷渡问题